正好我秘书打电话来 喂 你什么时候把衣服还给我 还什么 我早就教过你们 做大事就一定要保持住 那我就来问问 来参加你们这个节目的男嘉宾 都有多少自查 不说也对 那我就来问问 你们这个节目 有多少男嘉宾来参加了 目前为止只有您一位 所以我们在面试方面 还缺乏经验 还请您多多包涵 目前就我一个 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 优质男嘉宾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所以还请楚先生 向您的朋友多宣传宣传 小林是吧 你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我觉得 你们就应该主动出击 多找一些土豪到你们的节目里来 人多才好看嘛 现在的有钱人不光是有钱 他们还想出名 有了你们网络节目这个平台 想出名不就变成一件分分钟的事情了吗 相亲节目 相亲节目 不一定都是为了相亲来的 各种目的都会有 关键是你们有没有找到对的人 那楚先生您是冲什么来的呀 我当然是冲的缘分来的 可我怎么觉得你对男嘉宾更感兴趣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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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纸啊 你们这么大公司做得上没纸的 我去打洗手间 你跟着呢 在这儿有 过来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这个人总体来说 范儿还是有的 但是说话老是藏着掖着 一提到资产就不淡定 你们再想想她的表情 通过她的眼神 显示出了一种心虚 汗力真行头 太轻薄了 她回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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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跟我的公司 已经联系过了 我名下的资产 什么动产不动产的 我都可以列出来给你们 没问题了吧 楚先生 如果方便的话 就把你秘书的电话 留给我们吧 到时候我们方便跟他联系 那今天就谈完了 怎么可能呢 楚先生 是这样的 其实你各个方面的条件 非常符合上我们这个节目 只要资料一到 我们就可以正式地进入程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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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我秘书打电话来 喂 你什么时候把衣服还给我 还什么 我早就教过你们 做大事就一定要保护得住 一个印 两个印那是问题吗 找副总签算就行了 你跟我瞎动了什么呢 什么一两个印 喂 赶紧把衣服还给我 要不然我给你收名币 你知道吗 小生意 淑先生 您公司有事啊 对 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 那你把地址留下来吧 我们把资料给你寄过去 我的地址啊 对 在欧 欧陆 就在欧陆 不如直接给我吧 我带走就好了 是欧陆好行吗 孙总监家就住那儿 要不让他下班给你烧过去 是欧陆花园城 太巧了 我家就住欧陆花园城 您住几栋啊 我应酬多 不紧张回来 没事 我就放在物业老宋那儿 老宋 特别负责任 你有空去拿一下就行了 老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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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老宋 打拐英雄 我们那边没有人不认识他的 老宋啊 打拐老宋 我跟他交情很深的 就放在那儿 没问题 好了 别装了 我装什么了 资料我们是不会给你的 不给就不给吧 你们这个节目我还不想参加呢 素质太低了 小松 都这保安部 把他给我弄回来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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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我意思吗 你站着啊 全台吗 顾总 外面到底什么情况 是孙总经和南嘉宾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保安已经过去了 你们要再这样我可就报警了 报吧 要报也是我们先报 你们有什么要报警的啊 因为你是个骗子 你假冒土豪 我们可以告你诈骗 我 我什么时候假扮土豪了 好了 不要再装了 其实根本就没有老宋这个人 刚刚你说你住在欧鲁花园城 我想也是现编的吧 你真的有秘书吗 还一两亿的生意 你吹牛都不打草稿啊 我们早就怀疑你了 之所以不揭穿你 是想看你还能撑多久 说吧到这儿来半夜假土豪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要是不说的话 就休想离开这里 其实 我是一名演员 就你 还演员 你要是演员 我就是引力 我真的是一名演员 送公安局 不是 不 不带动手了啊 我都不相信啊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这不能好好说话吗 我说了别撑我衣服 别撑我衣服 你看到现在就起来了 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要不陪我 没完 你不是土豪吗 不就是一件衣服破了 至于当众撒泼吗 我要是有钱 我参加你们这个节目 我说了我是一个演员哪 那这就是我的道具服 我管人家借的 不信哪 外套一万二 裤子八千 衬衫 两千三 鞋 五千 现在被你们整成这样 我怎么跟人家交代 既然你是演员 就把你这身行头 当做是为演艺事业 做牺牲了呗 你知道作为一个演员 到底都要牺牲什么吗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